字幕教室 阿炮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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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白鴿子劇團 歡迎收看新魔術開箱文 嗨,我是白鴿子劇團的多多 他是阿炮 嗨,我是阿炮 多多,我們今天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對不對?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集 那其實第一集的時候 還蠻多人給我們一些意見跟指教 真的非常的感謝 到底要怎樣呈現最棒的畫面給你們 最棒的一些道具的資訊 好,今天在推評的地方 待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在新竹 OK,好,今天開箱兩個道具 首先第一個道具非常酷 它是一個經典的表演 我們先進一下畫面囉 好,在畫面上面 這邊你們可以看到 它是用一個非常生活化 你們用一個眼鏡 呈現一個效果 搭配補充滿的使用 回現場 好,回到現場之後 剛剛影片裡面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很生活化的鏡子 它這個道具其實就是之前 一個預言鬼魔靈 對,大家如果有看過的話 從最早可能只有一面 然後變成兩面 它現在其實 你如果在表演的時候 只會拿出一個玻璃 其實蠻奇怪的 對 它是改成一個 隨身的物品 對,眼鏡 而且說實在的 我覺得它眼鏡其實還蠻好看的 可以直接戴起來 喔,戴不起來 這個眼鏡 我今天來到第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 這麼棒的道具 我竟然不能用臉太寬 就是 會把道具稱壞 所以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它原廠有沒有分size 對 那一般以前的那個 這個道具它只有一面兩面 它最特別的是 它是四面 它四面各有不同的一個效果 對 然後你可以玩很多的一個效果 例如說 請觀眾吹氣 或是你自己吹氣 它可以不同的樣子出現 在影片上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看不看得到齁 在上面 OK 那馬上我們先就來評測它了 好不好 好 首先是實用度 實用度我給五顆星 我真的超羨慕可以戴這個眼鏡 你平常就戴這個眼鏡走在路上 像我原本有戴眼鏡 就戴影機眼鏡這樣戴走在路上 然後就可以開始表演這個魔術了 隨身都可以攜帶 而且突然觀眾問你 欸可可會表演一個魔術啊 當然使用一些簡單的破牌啊之類的 破完之後再這樣 排就出來了 真的 很厲害 而且像我們那個萌咖啡 就是吳老謙的魔術 他表演的時候 那時候 我記得他演繹給我看的方式是 他問說有沒有看到你的牌 我說沒有啊 他說再近一點再近一點 靠近眼鏡的時候 我說還是沒有看到 他說來你吹口氣 這時候我就往他臉上吹 一吹出現自己的牌 那當下真的是超炫 因為一開始我不知道 把鬼玻璃做在眼睛上面 而且非常合理 實用度我一樣給五顆星 我會差別如果說 臉太大戴不上去的話 會有點尷尬 但是你可以當 呃配件擺飾 就是當場拿下來一遍 都可以 因為觀眾不會在意 你有沒有戴眼睛上面 對 而且現在有很多 沒有鏡片的眼鏡 對不對 OK再來難易度 難易度呢我給一顆星 它其實不難 因為它的效果很簡單 就像你這樣拿起來 睡個氣就有 那比較唯一需要一點點的技巧 就是破牌這個技術而已 對 所以我只有給一顆星 對 難易度的話 我可能給到兩顆星 給兩顆星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很簡單 如果你有基本的魔術底子的話 基本上 你照會就是那個手法 讓觀眾選擇那張牌 那有很多種方式 就可以演繹這個道具 但是它像這麼簡單的東西 難易度我會提到兩顆星 就是演繹上面 你變得是 你更要發揮你的表演方式 如果表演很尷尬 你抽一張牌 然後你看我臉鏡出來 你的拍 會變得特別的反調 然後演繹上面要變得更加強一點 OK 創意度多多 創意度我給四顆星 因為它改變了以往 我們對鬼玻璃的印象 它設計在一個 我們覺得 一般生活用得到的東西 而且你隨時拿下來就可以變 重點是它設計有四種花色 還有四種素質 你可以去選擇 搭配起來其實非常的棒 創意度其實我滿兩節 就是基本上我給一顆星 就是因為 因為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我就覺得 拿一塊玻璃出來很奇怪 就是道具 我本來就有想過 它是不是可以設計在 我們一般的玻璃上面 就像眼鏡 我本來就有想過 只是它們下出來了 那創意度另外一方面 我也給滿多的 就是 整體給一顆星 因為我覺得四面 其實有點多 但是它其實又是一個很棒的創意 就是觀眾不會覺得說 你怎麼每次都變 那個花色點數之類的 所以創意度其實還滿有的 OK CP值 看一下 這個價錢 它的英文名字 剛剛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叫做 Super Hero Glasses 超級英雄眼鏡 超級英雄 真的很英雄 OK 它的美金的價格是35美元 得台幣是1050 1050 1050左右 對 CP值 我給三顆星 它還不錯 因為1050 就像當作買一副眼鏡 這種感覺 但是它有魔術效果 你就覺得 哇非常的棒 所以我可以給它三顆星 我覺得 如果說我的話 我CP值我給四顆星 我就在顛倒過來講 就是它是個魔術道具 但它眼鏡設計得滿好看 因為就是以前的鬼玻璃 基本上也是幾百塊不便宜 那它這個基本上 一千塊上下 三十五美金 有四個花色點數 等於說你買了兩 等於兩塊的鬼玻璃 而且是 這麼生活化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非常棒 對 所以CP值非常棒 OK 好的 那我們馬上進行下一個道具 下一個道具是 這個 OK 我們先進一下 它的表演畫面 好 好了 剛剛的影片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很視覺化的 一個任何東西都可以穿過 寶特瓶的一個效果 對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道具 一開始我們拿到的時候 看到它的 這個GIMIT 我還沒有看教學 也還沒有看表演帶 還是研究這個道具的時候 看到GIMIT 我就覺得 蛤 改成這種版本有點爛 對 對 以前如果有各位玩過手機 專保證明之類的 它其實基本上用了 我們常用的一些GIMIT 去做 它沒有用那些 直接是那個關鍵的東西 大家如果我們買 比較會聽得懂 知道那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它非常的不好 而且它就是要 以為它要消掉之類的 可是看完它的教學怎麼樣 然後我們覺得 非常非常棒 嗯 它附的GIMIT 就是讓你隨時可以設定這個道具 而且不用怕 五分鐘就可以設定 對 真的是一個 現場就可以直接去設定 很棒 我自己看完 實證證看完之後 我自己也蠻喜歡這個魔術的 因為它撐進去的效果 非常直接 OK 實用度 實用度我給四顆星 因為是給隨身攜帶 它做得很棒 像配件像鑰匙圈一樣 就掛在身上 帶在身上隨身走 拿一個寶特瓶 直接去後面設定 設定很簡單 然後設定完之後 就可以上場表演 對 實用度的話我給五顆星 因為這個東西它 真的可以直接去做表演 而且是一個 你把 你不是秘密道具 而是說你把設定道具 隨時設定在身上 而且它的那個方法 我覺得還真的蠻棒的 效果就這樣直接的 穿進去 而且最棒的是 你可以在表演之前 把寶特瓶整個讓觀眾拿著 讓它進場稍微看一下 杯底 就是平底 之類的 都沒有任何的一些缺口 或是絕對有奇怪的地方 非常棒 實用度五顆星 難易度 難易度我給三顆星 因為你設定的時候 其實 它需要一些技巧 而且 那個東西畢竟有點危險 你蹲在身上 然後你要去設定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 不要 因為有時候設定的時候 會有點緊張 然後就是會 你擱到自己 之類的 就是要小心就對了 然後 設定好之後 表演的技巧也是需要訓練的 因為畢竟它是從 平底穿進去 它是跟意旺比較不一樣 它是從寶樂平的平底 這樣子進去 那 就是 演藝的方式 需要自己去做一些調整 對 所以我給三顆星 難易度基本上 嗯 我同意就多 我給三顆星 那一樣 它都會講那個平底進去 那是視覺的效果 它其實有 有 稍微要練習一下 它並不是 其實講實在 它並不是從平底 可是它就是那個 它的整個 祕密的方法是從平底 感覺直接進去 而且它的 我覺得 難易度有放一個重點 是你要穿什麼進去 對 筆啊 像它裡面還有嘴哨 什麼之類的 身軟用品 都可以 難易度一樣 穿易度 我給三顆星 因為我覺得它還不錯的是 它 雖然從同樣 差不多的地方 進去寶樂平 可是它的 它有讓你感覺到 一個視覺的效果 就是從 它是從平底這樣子 整個掉下去的 那它的設定方法呢 就是 它改變一般模式說 你帶的就是一個道具 它是帶了一個 你可以去製作道具的東西 你隨手得到一個東西 就可以直接拿來做道具 就等於是 你現場拿到的東西 就是道具 而且它可以給觀眾警察 所以我覺得這個 創意度非常的不錯 所以我給三顆星 創意度的話 我給四顆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 很聰明很聰明 隨時設定 我們拿過來 馬上就可以用的 重點是 它這個方向非常非常的乾淨 你用的方式 表演的時候 可能沒辦法那麼乾淨的 讓你做完全的檢查 像有些 從 平身 或是平底啊 或是一些本身 只能穿硬幣幣式道具之類的 它是一個 嚴格說起來 寶特瓶裝得下的東西 它都可以進去 重點是進去完又是非常乾淨 所以實用又很有創意 真的 非常棒 CP值 這一個道具的話 它的售價是 24.95 大概七八百塊台幣 那CP值的話 我給四顆星 我個人覺得還蠻值得 就是裡面 雖然它附的東西 其實你一般市面上都找得到的東西 它這個教學方法 是 超越你的想像 你拿道具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覺得說 欸 它可能只是跟你想的是 一個很普通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 你看完教學影片之後 你會覺得說 這東西 哇天啊 竟然會有這種變法 而且 特別強調的是 這個寶特瓶裡面是 有水的時候也可以變 它可以有水的時候 把東西穿進去 所以CP值我給四顆星 CP值的話 我給 五顆星 我覺得 魔術的 其實它的價格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的秘密 它的一個方法 它發想出 這樣的一個方式的呈現 那這個道具 這套魔術 真的算是 它隨時做設定 然後 這個魔術 我覺得它的創意非常棒 但是它的價格 大概七八百塊而已 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購買 而且它是真的可以實在 去表演一個道具 所以 CP值我給這樣子 OK 那就是我們本集所拍攝的 兩個魔術道具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道具 然後如果呢 你是在新竹 的魔術的朋友們 這家餐廳 非常適合來走一走來玩一下 這個空間 就像自己家一樣 那首先呢 我們也是非常感謝 今天的這家餐廳 老闆 我們才能夠這麼棒的場地 拍我們的開箱文 首先先歡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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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場館 來幫大家打個招呼 好啦 阿文 老闆來玩這 非常感謝今天的場地 先變有魔術給你看 OK 阿泡 我們不要玩這種無聊的遊戲 好不好 好啦 真真真真 感謝 謝謝阿文 謝謝你今天來 謝謝 謝謝真的非常開心 那其實Q老闆出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在開箱的時候 很多其實人物我們說 這道具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觀眾反應都很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開箱這兩個道具呢 我們剛剛在開箱門之前 有實際的變給老闆看一下 然後是一般觀眾 然後我們分享一下他的效果好不好 首先是這個眼鏡 大家多多變給你看 眼鏡真的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我沒有想到說 你不然拿眼鏡出來的時候是幹嘛用的 然後接牌的時候想說不可能 看到自己吹出來那種感覺 我就說變給女生看 我覺得還蠻有感覺的 找到重點了 變給女生看 對 而且今天我們阿娃是非常 加男生對不對 加男生 OK 非常好 OK 好了 我們會上那個 後面會有餐廳的那個地址 各位可以來認識教育 老闆這邊人都很好 OK 再來是另外一個 華樂廷剛好變給阿娃看 就當場把阿娃的那個 他的鑰匙拆一隻下來 然後直接變進華樂廷 坐一下 在地下看他的感覺 那那個真的很厲害 那個就是我到現在還是 想不透到到底怎麼進去的 OK 那真的很棒 而且重點是 這真的就是裡面還可以裝水 就是你穿下去當下會不會 不通 的感覺 OK 好啦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新魔術開箱的計畫 的兩個道具 OK 那我們下次見喔 我們的播出時間是 每週二晚間十點 掰掰 嗨 我是阿胖 我是多多 前面幾集都沒有好 要介紹一下我自己 前面喔 自己一稍微介紹一下 多多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多多 平常變魔術之餘 我是一個人家工作者 拍MV 他拍為電影 然後拍節目 你進入的 攝影師 對 OK 那我是阿胖 那我平常在表演魔術之餘呢 我是一個 網路粉絲專業的經營者 然後我們經營了一個 粉絲專業在新竹在你 我們的粉絲 粉絲團 那就是介紹新竹的在你 四十二個 一個節目 我們有機會來新竹 你都可以 來找我 我們可以一起 開箱明書 道具 我們一起來 想用新竹 在你的美食 那我們 大概就是說 想用這邊 PIZZO 派對主題餐廳 他們這邊的鹹派 非常非常的特別 海鮮總會鹹派 就是這個 不要忘了說 下次見 行李吃一份喔 掰掰 我們也可以 我們可以盡力的 我們可以盡力的 在這裡 我們可以盡力的 開箱 這個 開箱 順 很可怕 诶 你多吃一块的啊 那是我的啊 先讲先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